再看桃園出現嚴重的雷雨 短短一個小時 累積了178毫米的降雨 所以呢外面下大雨 我們的桃季竟然也下小雨了 第一行下就傳出 有天花板漏水的狀況 就連接駁車都在大漏水 有民眾就反映了 覺得這個桃季 是我們國門的大門 這種狀況出現觀感 真的不太好 天花板突然降下大量的水 地上更是直接出現淹水 民眾躲到一旁 忍不住緊揍眉頭 而這裡竟然是桃園機場 接駁車內 從接駁車站向外看 滂沱大雨傾斜而下 甚至不少雨滴 直接砸進站內 桃園一早出現嚴重雷雨 短短一小時就累積 17.8毫米降雨 不只接駁車廂漏水 就連機場都撐不下去 工作人員架起围栏 因為外面下大雨 機場內也下起零星小雨 清潔人員仔細用拖把吸水 再放上攤子跟警示牌 提醒民眾注意 誇張漏水就連清潔人員都說 真的很少見 民眾忍不住直呼誇張 因為桃園機場是接會國際的大門 如今一降雨 內部就出現漏水 桃園機場也緊急發出聲明 對漏水表示歉意 表示現場值班同仁與維護廠商 有馬上進行排除 大約8點就已經全數恢復 後續將持續進行檢修 確保機場排水正常 但對旅客來說 一下大雨內部也下小雨 真的觀感不佳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